大家好 雞年快樂 雞年回來的時候 第一次見面 沒辦法不說這套戲 《西遊伏妖編》 賀歲檔是票房冠軍 昇爺真厲害 周星馳三個字 起碼幾千萬 《西遊伏妖編》這次有徐克 徐克是導演 昇爺是監製 其實徐克也是監製 徐克和詩南生也是監製 徐克昇爺也是編劇 看完這套戲 原來發覺徐克也是編劇 究竟這套戲搞什麼 兩個這麼厲害的人在一起 雙見學迫 其實那套戲是 承接了13年韓摩編 上次是周星馳和國智建合 剛才所說 昇爺再退後 導演也不做導演 只是做監製 現在越退越後 交由徐克去導演 故事其實都是唐三藏 帶了幾個徒弟去取西京 來來都是這樣的 但都是拿西遊伏的故事 大集合 徐克昇爺 一向改編 都是一定是天馬行空 不會根源著 充滿了創意 有蜘蛛精 白骨精 重點就是彼丘 彼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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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挺好看,看出的味道 其实我想最吸引的一件事就是 虽然星爺和徐克之前放了风,说没有特技 原来也是,星爺没有次都是说真的 也不知道星爺哪次是说真的,这是他的风格 其实特技相当多 甚至可以说这套特技占主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这个特技除了真的有些特效需要用电脑特效做之外 其实整个世界的景观是由电脑特效做出来 是挺吸引的 我觉得是有些幻想的 有些色彩很丰富的 而且情景变化很多的东西 它里面主要的几个人物都有电脑特效加工 譬如猪白戒 譬如猪白戒 就是那个棉 膠棉 另外就是沙僧 沙僧大部分时间是一条鱼 还原它是何怪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计划蜘蛛精白骨症 只是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熊蟹 熊蟹 熊蟹就全部是一个CG graphic 这个我觉得其实加起来 那个感觉的生意挺强 尤其是我挺喜欢它的美术 大家可能喜欢美术 那是怎样呢 我觉得真的看过这么多套西游记 就是95年那套不要说了 就是看过这么多套重新出发的西游记 包括周星馳 包括郑宝瑞 包括刘振伟近期的一些 这套的美术其实是最令我觉得 是带到我进一个幻境里面 真是一个幻境来的 此其一 另外就是在讲故事的方法上面 是很圆熟地把两个故事合在一起 就是蜘蛛精和白骨症 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蜘蛛精和白骨症 但是怎样说呢 其实这次我觉得是有趣 尤其是后段 将讲小善的人物进入去 他玩了很多东西 就是这里不便透露 包括为什么照妖镜照不到小善呢 你看到随刻和周星馳加起来的时候 将他们两个好的东西合在一起 就这样看 我就觉得周星馳所铺陈的故事本身 和那些喜感是在的 全部在的 包括他对演员的那些调教 即是怎样做一个眼神 尤其是林庚申所做的孙悟空 有一些眼神 我觉得那些是星馳调教 我私人觉得 我没有内幕了 但是整个故事的大朗 拍摄和美术 音效 所有的东西都是随刻的撒家 包括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对白的编写 因为随刻也是编剧 有一些对白的编写 真的不是周星馳那种style 这个可能跟一些年轻观众 所要求的东西有些相撞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随刻老徐这个 所谓的创作人 我们喜欢他 其实他是拖沙的 多话说的 多话说的 这个就是 其实这部电影是多话说的 多一些密集的讯息 透过对白去交代 而周星馳呢 就是playful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周星馳上集 即2013年那次 这一套就可能 就是我听到那些观众的反应 但是我又崴了 因为 其实拍来拍去都是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怎样放一些新东西 这个就是考导演的功力 还有我喜欢有一个point 就是 我都是反人 就是唐僧的point 我都是反人 就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处理 孙悟空就是一个很兽性的处理 这个就是上集周星馳奠定了的一件事 所以一个人性的兽性 甚至最后孙悟空变了King Kong 还有过世奶 如果大家看电影 你看整个造型设计的那些美术 你已经感觉到 你知道他讲什么 所以这套戏 我觉得也值得一看 又不是说真的那么差 当然 如果大家 好像我的朋友那样 听到西游记三个字 都掉头走 那就无缓了 即是 免得抗人所懒 否则 我又反过来看 其实 这个世界 来来去去 不就有那些戏 就是 俄罗密 欧语 朱丽月 又是900多次 大家也是看 所以这个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意外的一次賀碎片的经验 我预期了不是太好看 反而出回来 就可能 在没有期望底下 OK